各位相機朋友大家好 我是節目主持人如雨慧 歡迎您收看回蘭熱線開講節目 天氣很熱對不對 我們今天攝影棚也是非常的熱 因為來了三位重量級 真的是重量級 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在我們中間就是花蓮市長魏佳燕 佳燕好 大家好 佳燕說他最近已經有很努力修身 已經快成功了 我們再繼續給他加油打氣一下 那在我的右手邊這一位 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啦 去年來今年還是再來囉 我們的現在是現議員 我們的魏佳賢議員 佳燕好 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那在右手邊那一位大家就陌生啦 應該第一次來我們棚內 剛剛補妝的時候說 上一次補粉是結婚的時候 以後有機會常來 我們常幫你補點 是是是 好是我們的光榮生技的行銷科長林國泰 你好 大家好 今天這樣的金三角組合到棚內來幹什麼呢 相信大家看到我的衣服了吧 每年都不一樣的顏色 今年顏色我也好喜歡 非常的亮眼 非常的舒適 要跟大家報告 2023太平洋重古馬拉松 又即將要登場了 現在已經開放報名了 您報名了嗎 來不及的話 趕快趕快 不然是名額有限就來不及對不對 是真的會來不及 讓我們趕快請我們的 維佳燕市長 跟所有的鄉親好朋友們 來報告我們今年的 太平洋重古馬拉松 他的賽事的內容大概怎麼樣呢 在這邊也跟我們電視機的好朋友們說 其實這項賽事已經辦理了第九年 那在我們7月7號的時候 記者會的當天的下午 就開放我們報名的一個時間 那我們截止的日期是7月31號 那我想在很多的一些賽事裡面 我們太平洋重古馬拉松 算是非常的 比較多很多人會喜歡的一個賽事 第一個它其實在跑的時候 你可以欣賞一下美景 第二個其實你可以 跑完之後 帶全家大小 一起到我們的一些贊助廠商 然後可以包括我們的一些園區去遊玩 那其實我們覺得這項賽事 不只在我們的運動筆記 還有在日本的跑步者雜誌裡面 都評列非常優質的一個賽事 那也希望說延續了那麼多年 那當時候我的一個證件裡面 就是將好的一個運動的一個單項 我們都留下來 我們更持續的來推廣 讓大家能夠喜愛這項賽事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 全世界後 每年大概有近800場 到1000場的一個馬拉松 那也希望說 透過我們在花蓮舉辦的 太平洋重古馬拉松 能夠讓大家來這邊 然後也刺激我們在地方上的一些 觀光跟消費 那我們這個活動的創辦人 今天一樣要邀請到現場來 就是旁邊這一位 笑起來還是很陽光 我剛剛還說他的臉變小了 好像怎麼卸任之後變議員之後 怎麼臉又變小變肩變帥了呢 睡比較飽了 睡比較飽了 然後是我們的魏嘉賢議員 現在要講議員 也是我們這個活動的創辦人 今天特別到現場 那是不是也跟大家談 已經邁入第九屆了 超過十年的時間 搭配剛剛市長說的說 其實我們在國際間 希望能夠佔上一個名額 這部分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馬拉松 對一個城市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過去有很多城市 像日本的一個東京馬拉松 大阪的一個馬拉松 還有我們波士頓馬拉松 那每一個賽事 都是可以讓世界知名 而且大家搶著去參加 那為什麼當時會想要創辦這個馬拉松 也希望大家不只是認識太魯閣 也可以認識到花蓮 那認識到花蓮之後 也能夠進而促銷 我們花蓮在地的業者觀光的部分 能夠越來越好 所以才有起心動念 來開始來推動這個馬拉松運動 那回想起在九年前 在辦理相關第一屆太平洋眾國馬拉松的時候 其實那缺人缺物資 然後報名的部分也會擔心 能不能足而報名 那不過勇敢地跨出第一步 事實證明是對的 那也進而到現在已經變成全國知名 而且熱門的賽事 那在此要謝謝嘉燕市長後 能夠延續市工所的一些政策 能夠把它繼續辦下來 我相信長期的舉辦一個好的賽事 可以讓這個城市累積更多的能量 未來可以向國際的友人們 來宣傳我們這個城市的美好 是 那今年的賽事時間是定在11月18號 7月7號已經開始報名了 我們需要的人數一樣跟去年差不多 6多少幾千 我們今年其實有一點點小小的遺憾 那就是全馬的部分 有一些華臉大橋在動工的部分 那我可能在全馬的部分 我們跑者可能這個部分 因為安全上的疑慮 我們就取消了全馬的這個部分 那也是經過了很多溝通協調 那也希望不要讓跑者受傷 那可能產生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們就今年的部分 就暫停我們全馬的部分 那可能原則上不變 也是6千多人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其實在 不管是迷你馬 小馬 半馬 我相信都是非常多人參與的 我們都希望說 將很多的一些這樣的賽事 你可以七家一起來參加 來報名 來一起跑步 帶著孩子們 那其實我們看過那麼多年的賽事 我們看到有更小的孩子們 一起來參加來跑步 那也希望說今年能夠 大家都一起 我們不管在家族 或是孩子 或是朋友間 我們都希望一起來參加這樣的賽事 其實我最近在臉書上 也有看到蠻可愛的 他說 哎呀好可惜喔 沒有全馬了 那沒辦法啦 我就跑 半馬吧 其實我覺得他在偷笑 可以跑兩次啦 可以跑兩次 因為全馬確實是一個 比較高難度的挑戰 其實大家從 你看九屆以來 有很多人從五公里的迷你馬 慢慢的進步到十公里 然後再到二十一公里 甚至去年也有朋友說 他挑戰全馬了 那今年沒有關係 今年全馬為了安全 因為花蓮大橋好不容易爭取到24億元 終於要動工了 所以我們為了地方交換建設 沒關係 我們還有二十一公里可以跑 一樣很美 過花蓮大橋前面我們就折返嘛 對不對 在那個地方折返 對 一樣可以看到美麗的太平洋 一樣很漂亮的 所以還是很多人很開心的報名參加了 那其實剛剛嘉義院市長說 其實我們這一場活動 不只是為了要宣傳運動路跑 嘉賢議員也講到就是說 希望可以帶動地方的觀光活絡 所以今天呢 另外一位來賓到現場了 您就是光榮企業 長年一直有支持我們這家運動是嗎 您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貴公司 我應該從我到光榮集團這邊任職開始 我就第一個認識的馬拉松比賽就是太平洋重 然後呢 其實我們非常的感謝其實像市工所 像議員市長發起這個活動 其實光榮在地也50多年了 那我相信在地的人都知道說 有光榮這個企業 但過了這個花蓮之後 可能外縣市的人就 光榮是什麼 就不太知道了 那透過這樣的全國性的比賽 然後可以讓我們在地企業能夠 藉由這樣的盛事 然後去展露我們的擅長的項目 不然可能是花蓮的名特產啊 那包含像我們光榮生技這邊的海洋深層水 它也是被納入在這個環節裡面 然後共同為這個花蓮的觀光啊 盡一點心力啊 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支持贊助之後 反而自己更有收穫 肯定啦 因為我們當下一定會在賽圈 感受到跑者給我們的回饋嘛 比如說 畢竟水或者是一些補給品 都是一個賽事一個很重要不可或缺的環節 那當然如果可以將花蓮特有的海洋深層水 同步能夠介紹給全國的跑者 然後甚至讓更多人認同 不同的水帶給跑者不同的效益 或是什麼的話 這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功啊 是 所以其實太平洋中的馬拉松 不只是一個路跑運動 不只是一個城市公共行銷 更是經濟產業的推廣 真的是結合了各種多元面向 希望能夠帶來很多很多的能量 藝術在我們花蓮這個地方 所以剛剛我們的嘉賢議員也說 好的一個賽事 希望每一任的行政首長都能夠支持 能夠延續下去 而且累積能量之後 我們真的希望有一天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就可以站上國際認證的路跑賽事 這個規格很高對不對 對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 萬金石馬拉松已經經過幾年幾年的認證 他連賽道 他的路線 他的所有的一個安全的配備 都要經過所有的一個認證機構 來到現場 可能要三年 五年 十年 他才會頒發到一個國際的一個 比如說金紙獎 銀紙獎等等的一個認證 那要達到這些標準是非常非常嚴格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未來 我們當然在舉辦賽事的過程裡面 也能夠督促我們地方政府 或是中央主管機關 能夠投資更多的硬體建設 讓這些賽道逐步的來提升它的品質 讓跑者能夠感受到舒服的賽道之外 而且如果能夠變成國際新的標準賽道 那未來就有機會成為國際認證的一個賽事 那真的是非常的榮耀地方的感覺這樣子 對 沒錯 好 那剛剛我們有說其實從7月7號 下午就開始開放報名了 那我們剛剛市長也有說 我們大概只能容納大概6千多位報名選手而已 那我們為了鼓勵大家趕快動作快一點 是不是有著鳥力 我們的著鳥力還有嗎 我很擔心我節目播出的時候已經沒有了 在這邊也希望在節目播出之後 那大家趕快來上網來趕快來報名 因為很怕就是節目播出之後很快的一些 包括著鳥力的部分可能就會被講過一空 對啊 我現在很緊張你知道嗎 很緊張你很怕你講的時候沒有 那該怎麼辦 等一下那個臉書會留言說 怎麼都沒有報名到這些著鳥力的一些獎品 我們原本說前3000位對不對 本來是有安排了哪一些東西 市長您這邊有資料嗎 這邊有一些資料要給大家看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迷你碼 小碼還有半碼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有紀念的T恤 那運動的毛巾 那這個部分就是有我們的小碼跟半碼 那還有這個號碼布 那就是三個都有的 都可以到各個遊樂園區 去消費跟遊玩這樣 然後還有完賽的獎牌這邊 獎牌明尼碼也有喔 對 早說嘛好我報名 對然後好 成績證明這邊 完賽證明這邊 完賽證明這邊 然後還有我們的餐盒 以及我們的晶片 是 這個是報名禮的部分 對 剛剛我知道有一個什麼很實用的折疊是 我現在講了會不會市長就跟我說 沒有了沒有了 是那個背包就是前三圈找鳥 對 不曉得帶他們機會試試看趕快 要快要快 真的 因為真的是有限 那也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來參與 你可以其實來運動 那也可以來欣賞美景 然後更可以拿好的 是 剛剛講到這些東西都只是基本配備 對 報名的時候就有這些東西 那早兩人也是剛剛說 加碼會送一個很實用的折疊的東西 還有我們的 就霹靂周邊商品嗎 對 也是隨機贈送對不對 隨機贈送 之後的話三千名之後 隨機贈送霹靂周邊商品 對 所以只要你來報名都有機會 有可能還會讓你很有驚喜 意外的發現 怎麼市長忽然加碼又送了我們什麼 我會很開心 我故意講的 那還有呢 重點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不管是光榮生技公司 還有很多很多的廠商 不曉得誰背得起來啊 議員您這邊有準備一下嗎 好理太多了 對啊 那當然他會講說 如果三千名加上霹靂的一千名之後 該怎麼辦 如果沒有那些好理怎麼辦 放心來到花蓮 喝一口海洋深沉水 就已經值回票價了 真的 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有非常多在地的企業 還有一些觀光 等於說 遊樂園經典 的贊助 像今年 海洋公園的部分 原本全票是999 那在11月17到11月20 享有100元入園的一個優惠 那699最多4人 親有價的部分 那在光農博物館的部分 原本票價是120元 那在11月16號到11月20號 享有50元的入園優惠 那親有陪同價是80元 那再來就是星光照封農場 那門票是350元 然後在11月17到19 是免費入園的部分 那非常多還有理想大地 遊船券 那是11月17到11月20 只要憑號碼簿 就免費入園 還有慶修院也是免費入園 松原別館也是免費入園 還有我們花蓮石雕博物館 也是免費入園 那在賞金活動的部分 它會給一些優惠的折扣 那我們也希望所有的跑者 可以上這個網站上面 我們的網站上面去看一些優惠資訊 那最重要的感謝我們光榮的海洋深層水 大力贊助 我們知道那個水真的不便宜 喝到一口賺一口 也希望大家一邊跑一邊欣賞風景 喝喝海洋深層水 多喝幾口 多喝幾口值回票價這樣 無限倡用 無限倡用 課長您也說參與了這麼多場 我有看到這個賽事的補給品 真的是琳瑯滿目對不對 好像大家都在PK哪一場最豐盛最好吃 那除了我們光榮深層水之外 您在現場 你感受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讓大家羨慕一下 我說現場嘛 對啊 那我只能說 每個選手那個曼妙的身材啊 那個真的是 可能要五點六點就要在那邊準備了 因為大家跑回來都累了嘛 所以狀態會不一樣 那當然啦 除了跑者的一些很 熱情的回饋之外啦 跟當然就是 從每一次賽事 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新的面孔 或是一些老面孔嘛 他們對每一場賽事的期待啊 跟每一場他們的回饋 他們其實都會 在賽後會馬上呈現在他的樣 那個狀態上面 是 這次真的是辦得真的很棒 那當然受惠於這樣的活動的話 我們也會在想啊 除了出海洋深層水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你們還有什麼相關產品啊 比如說我們也有研發像 海鹽錠 然後用花蓮當地的七星潭的海鹽 然後做成的鹽錠 那其實對跑者來說 在補充電解值上面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當然 海洋深層水它可以應用的範圍 可能當然不只是運動賽事啦 因為包含水的營養價值 特別要提到可能是那個礦物質鎂 它其實對心臟肌肉功能有正常的幫助 那還有一張基本的代謝啦 所以基本上海洋深層水也可以算是花蓮的一個特產啦 真的啊 對因為畢竟我們的取水環境是優於全國其他的海岸線 所以當然我們也希望藉由太平洋重古 這樣的好鄰居嘛 我們都在太平洋這邊 淘海生活 真的 如果可以這樣子 為了這個產品 我們都會從花蓮在地去取素材 然後去應用到我們的一些周邊商品上面 是所以整個賽道的補給過程是非常豐富的 而且是非常優質的 是是是 我知道去年你也都有跑對不對 我都有跑 但是我今天要特別講一下 我剛剛忘記講的名產的優惠 名產的優惠 我回去迴背那些名產業者先可以 也跟大家報告 有一個特別棒的優惠 就是選手優惠價 9折到95折 有我們曾師傅 還有德地豆干 花蓮餡餅 風興餅布 阿美麻糬 那當然很多名產業者 還是陸陸續續在張目中 那花蓮的民宿業者 有一些飯店業者 也共同來配合響應這次的活動 對 有住宿的優惠 報告完畢 那相關的訊息 一定要上網站上 仔細去搜尋 看一下有很多的優惠 不然我們創辦人會被業者來KPK一下 其實您剛剛講的這些 在賽道補給品上面也有對不對 對 所以一邊跑除了可以喝我們的深層水 我們還可以吃這些好吃的花蓮民產 會不會跑之前是負500公克 跑完之後變成正500公克 體重 有可能對不對 因為沿路都太好了對不對 每個伴手裡都很想吃一口吃一口 然後水多喝幾口 他只能喝回來就是我 那一定是好像深層水 對一定是這樣 那而且這些都是在 很感謝這樣的一場賽事 其實公部門努力 社團的支持 企業的贊助 還有根本就是全民總動員 應該是我們整個花蓮都動員起來了 好 那我剛剛還要趕快再切入一個代言人的部分 今年的代言人也很棒 去年是一位可愛的女警察 已經讓我們覺得 哇好棒喔 我們江南港賽事可以找到這個 女性員警來擔任代言人 非常的有這樣的一個激勵性 那今年的代言人 相信如果在網路上或新聞上有看到了 我們請誰來介紹他呢 這邊其實也要跟我們觀眾朋友說 那這次的代言人是我們的姐妹室的 與那國島的一位交流大使 前黑島盟小姐 那其實我們希望在很多的 包括我們外交的部分能夠突破 我們這一次特地請她來做一個代言人的部分 那原則上她自己也很愛運動 也很愛跑步 那其實我們這次做了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創新的一個創舉的部分 那找她來做代言 那她也是我們的沖繩啤酒的 2018年的一個代言人的部分 那我相信很快的在很多的 我們在做一些廣告的錄出後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她 我覺得我們的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這一場賽事 它不是一個很單純的只是半跑步而已 真的從我剛剛前面講的 結合了還要觀光還要產業行銷 還有全民運動之外 這個國際城市外交也要注重到了 我們的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邀請的都是跟我們花蓮有連結 沒錯 有故事性 有這個意義的代言人 像去年的那位女警察 也是我們在地的子弟 也很棒 那今年的更是用這個城市外交 我們邀請到姐妹室 對這個 她是我們的翻譯官對不對 是 她也來拜訪好幾次了 對 其實在兩室的一個交流 其實她將她的故事告訴我們 那我們也將我們的故事回饋給她 其實我們希望友誼長長久久 那這次其實真的很感謝她 願意也接下代言人的部分 她當天會來 當天會來 因為比較可惜的是 其實在我們開記者會的部分 她有一個區域記者的部分 可是還有影片 有 她有將影片呈現出來 對 她自己有拍一個影片 其實這個城市外交 從我們的衛嘉賢市長到衛嘉宴 市長其實真的都很用力 今年我們衛嘉宴市長 第一次出訪串入市 她就邀請串入市一所的那個 那位是兼演 對 就馬上邀請 她只要一談聊天的時候 聽到說她有運動的習慣 馬上跟她說 來參加我們的太平洋重谷馬拉松 對方一定要說 好好好 今年一定要把她拉過來 我們其實在前面市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交流的 我們都會邀請她來參加 我們相關的一些賽事 或一些大型的活動 那其實有蠻多的一個 前面市或友好城市都有說 只要他們時間允許都會一起來參加 對 那剛剛是代言人的部分很用心 是 我們的獎牌更不得了了 每次看到獎牌我都覺得 我的那一片到底在哪裡 今年第幾片了 那要請我們的嘉宴議員 來跟大家報告 今年的獎牌設計是到哪裡了呢 那今年第八面 我們今年是找光復鄉 光復鄉就是糖廠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特別選在這裡 也把糖廠當作是馬拉松的一個獎牌的一個指標 那這一次也很有緣 這一次前黑島盟我們代言的小姐 他其實在過去在日本 學習了華語之後 愛上了台灣的文化 那長期以來會帶孩子到光復的部落 馬灘部落去做深度的交流 幾乎只要沒有疫情的話 他會帶孩子過來 所以今年也很有緣很有意義 不只是獎牌跟代言人 還有在地的鏈結都會非常非常強 那你們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無論你是一個人來或是全家來 或是號召了13位朋友來 都一定要來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拼成一個圓形的獎牌 那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很多的賽事 也開始在做所有的獎牌的 拼湊獎牌式的設計 那拼湊獎牌式的設計 其實當時候由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那我們跟幾個朋友一起 想出來的一個產物 那沒想到得到全國很多賽事的移用 那我們也非常高興我們這些巧思 也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好朋友 共同來花蓮跑步之外 享受花蓮的好山好水 大家一定是要親自到現場 來體驗跑完之後 一定要汗水淋漓之後 才會覺得很有成就感的 拿回這個獎牌 所以今年第八面 大家加油喔 趕快報名喔 希望還有名額 希望還有名額 播出之後希望還有名額 希望還有名額 對 因為每次都秒殺 花蓮市公主辦活動秒殺 期待玩一下也秒殺 沒錯 對不對 真的是秒殺 真的是 大家都在抱怨說 怎麼不開多一點呢 開多一點 好啦 我們想辦法努力 爭取經費再開多一點嗎 好 我們會努力 對 上次還有一個人 他們有九個人可以插隊 我說一團才五十個人 你跟我說九個人 誰變給你啊 我說市長另外陪你騎好了 怎麼辦呢對不對 所以大家 有任何活動訊息 動作要快一點 沒錯 我剛剛還看到一個 我們有賽後摸彩喔 所以剛剛講的這些都是 報名送 參加送 對 摸彩 然後還有就是 憑號碼不消費或訂房 可以優惠之外 還有什麼 抽獎 抽 有什麼大獎可以抽 那我就慢慢講 那我們真的要非常謝謝 霹靂股份有限公司 霹靂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了一些周邊商品 那來做相關的摸彩 看到有沒有 壽環金 壽環金每年都來 先充北年壽環金給大家摸 你是說摸彩還是摸一下 摸彩 摸彩可以帶走 好 再來就是我們理想大地的相關住宿券 還有瑞穗天和觀光酒店的住宿券 那花蓮遠雄月來飯店的住宿券 福隆大飯店的住宿券 花蓮喜賓巡禮的住宿券 阿斯瑪大飯店的住宿券 還有花蓮民宿學會所提供的55吋電視 那還有思維寶蘭科技提供的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古傳導的藍牙運動耳機 那還有Bunk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相關的運動產品 還有金世界提供的賞金優惠活動 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對啊很棒的 而且這是摸彩喔 所以參加的除了有報名禮 找鳥禮 還有參加的話過程可以拿到很多的 一邊跑還可以一邊吃 一邊吃一邊喝 然後還有很多的相關的優惠折扣 入園免費之外 還可以參加我們這個抽獎活動 真的這個賽事太豐盛了 很高興來跟大家報告 2023年的太平洋總骨馬拉松 我們已經開放報名中 ING ING很怕播出之後就The End 已經報名了什麼 希望我們大家都很有緣分 然後還有運氣很好 都能夠加入我們這場賽事活動 三位還是要幫我們做個結語 我們先從科長開始好嗎 林科長來也要代表所有的贊助廠商 來歡迎大家參加 是沒錯的 希望那個全國各地的好朋友們 花蓮除了好山好水以外 還有一個好賽事 還有很多好的名特產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喜歡花蓮愛上花蓮 好 謝謝我們的林科長 那我們再請議員 好 好 謝謝主持人 那也歡迎所有的跑者來到花蓮 參加的是勇士 玩帥的是英雄 花蓮等你喔 等你喔 好 我們的市長 今年第一次以市長的身份來主持這個活動 是不是特別興奮 今年真的也非常的開心 那在這邊也要呼籲我們過去都參加的 八屆的一個參加的選手 也希望說這次也一定要 再將我們第九面的一個獎牌收集完成 那也希望說之前有參加 那我相信有來過參加這個賽事 知道說其實我們很多的一個 包括我們的軟硬體的部分 都不會讓人家失望 那也希望說能夠帶家人來花蓮走一走 其實11月是一個非常涼爽的一個季節 那我們知道其實在疫情過後 我們都希望振興我們的一個經濟 那我想在觀光旅遊的部分 花蓮的這個運動的這個城市品牌 絕對不會讓人家失望 那剛剛也介紹那麼多的一個贊助廠商 那包括我們的有一些入園免費 或者是一些減免 甚至包括我們抽獎禮的一些飯店的部分 我也希望說大家來跑一跑步 那可能可以在一些飯店裡面 陪著孩子們一起共同的來享受一些親子的一個時光 那我也希望說華蓮是值得大家來的一個城市 是的 所以曾經參加過巴士的第9次一定也不能學習 沒錯 那如果過去沒有機會的 你這一次趕快趕快網路先點一下 可能還有機會名額你可以加入我嗎 沒錯 那重要的是呢 把這樣的一個太平洋重骨馬拉松的訊息呢 能夠讓更多人更多人知道 那如果今年沒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比賽 沒關係我們一起到活動現場 在周邊賽道旁邊 會選手我們交打氣感受一下現場的熱力 跟這個歡樂的氛圍這樣子 那還有很多好吃的 我們也可以順口吃一下這樣子 好那今天很感謝我們三位特別來賓到節目中 跟大家來正式的宣布 2023太平洋重骨馬拉松 我們已經開始報名了 請大家動作要快 11月18號 我們大家要一起見面 一起快樂跑步喔 好謝謝 謝謝三位來賓 謝謝 感謝你的收看 再回到掰掰 謝謝